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穿错牛仔裤 真的很显腿短 我早上就是错拿 我之前买的一条牛仔裤 然后你看他现在 整个穿上去完之后 就是我的当的这个位置 胯也很明显 然后显得我腿很短 肢管还很大 我去重新换一条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俩的区别 所以这就是好的版型 跟不好的版型 差的真的不是一心半点 我身上了这条裤子 其实我从去年 就已经推荐过了 而且我们内部的同事 就是只要试过 他们就已经买了 因为其实这条裤子 跟我一开始穿的那条裤子 最大的区别 其实就是我们 腰臀的这个位置 这条裤子其实是 从我们的腰胯 然后链接我大腿 中断的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合身的 所以就算我们这个地方 比较肚肉的女生 他其实看到去 都会比较显瘦 所以这条裤子 它是在我们腰头的位置 做了一个高腰 而它的裤腿的裤长 也做了一个加长 所以你整个人 下半身的比例 就有一点点像是那种 三七身的比例 就我一直强调说 牛仔裤一定要有弹力 是因为没有弹力 我们根本穿上去就不舒服 这条裤子 我们从腰头的位置 就已经有弹力了 包括我们胯的位置 我身上的这条牛仔裤 它其实是一个 比较正的水盘色 它其实非常适合 我们春夏天穿 因为春夏天 一般的颜色都会比较亮 好像这种基础款的牛仔裤 我们日常 我们日常可以怎么穿 可以让它穿出彩 我们身上这一套 其实它就比较适合 我们春天的时候穿 因为你就一个衬衫 然后加一个马甲 然后在包包的选择上 我就选择这种中性色系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身上的这四个颜色 它都是咱们衣卫里有的 这一套就好看了 试着穿它就更简单了 你就同色系 全部一身都是牛仔 然后我们的腰身 以及我们的细节 就全部都是用这种雕塘色 所以它这一身 其实出来的感觉就是 你整个人感显高 但是细节又很有气质 然后有一些偏直长一点的女生 其实我们可以里面 穿着休闲一点 比如说条纹 再加我们的牛仔裤 然后外面再加一个西装 你这个造型就有一点点轻发式 但是因为有一点直长